爱情是迷魂者 我们是徘徊的人们 不能判断 大家都忘记了 1999年的时候你发片 距离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出发 三年以后我就来台北 02年第一章就是May I Love You 到现在我在台北 在台湾就是七年的时间 然后在马来西亚三年加起来 就是刚好入行十年了 人生的第一个乐章过去了 你表姐也是十 我表妹我表妹哦 我刚才打电话给她你完蛋了 我为什么 她比我出道早一点的台湾 我那时候有录下来 她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她在现场弹唱你知道吗 因为她懂得一些吉他 然后我觉得她其实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女生 然后很喜欢唱歌 我跟她两个人的个性很像 就是只要能唱歌 什么东西都OK 有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算是比较纯朴的马来西亚人哦 南部的小孩啦 我还是真的很想 我还是停留在那个叫她表姐的 表姐你不要跟她讲 我是她表哥啦 我大的她还是有很多的 OKOK 所以其实你叫她表 大家都会讲表姐的原因 是因为她逼我在台湾先出道 然后可能她唱的东西也会比较K 然后她唱的歌比较 就是能够抚慰人心多一点点 然后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姐姐的感觉 一直在安慰你这样 OK 在刚刚讲的人 不珍重吓坏 在刚说 整当中你都自己制作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 然后现在做出来 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的成绩呢 在制作这个部分 我可以打到80分啦 然后如果是在歌唱的部分 我自己要多加5分 80分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更了解自己 然后懂得缺点跟优点在哪里 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适合这个专辑 然后我觉得努力的话我应该是100分 自己还给自己100分 因为真的是要做很多东西 包括我成立了我的自成一个有限公司 制作公司 然后在自己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以前歌手不需要做的东西 大觉得比较对歌手来讲比较卑微的东西 你该不会有贴CD吧 贴CD以前都有做啦 因为在唱片公司会比 可是我 比如说你去谈比如说 那个录音室啊 的东西啊 你要去跟会计什么什么啊 钱的东西啊 然后你自己做跑腿啊 然后因为你还没有发片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什么东西都OK 我就坐公车 然后坐捷运 然后去完成事情 然后在马来西亚就很悠闲穿的短裤去录音 然后就一切都好像一个烦人一样做唱片 所以我这样唱片 其实真的比较回到我最爱唱歌的那个声音跟位置 对 时间已在做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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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